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甫每日一字 連 相連的連 那連一個大一個區 我們先看楷書的寫法 大字 然後這區呢 上面的文化就寫小小的 這樣才能擠得進去 再拿來這邊 大概長這樣子 那稍微帶一點點形書的 形凱 筆畫呢 稍微流暢一點 那我們先不做任何的 繩筆 大概這樣 那這種形凱當然使用上 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再來就是開始做省略的 就是兩個口 可以合併 我們來看一下 兩個口來做合併的動作 這個樣子 好那 當然這就是一個比較連貫的 一種寫法 那當然連比可以更多一點 我們來看 我剛剛 我剛剛筆順應該是 可以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種筆順 連比更多 不一定要先寫這邊 先寫外面也可以 這樣子 再來 再來 就是 我們說 張夢這張寫法 他 他把 上面呢 這裡 口 寫成三點 下面兩點 在我看來有點 是不對 顛倒了 應該下面兩點 下面三點 反正 大概 意思到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 這樣不是 很 很對的寫法 我們還是照著寫 一 二 三 然後下面兩點而已 好 這個樣子 好 然後更省略的寫法呢 我們來看 就是 上下都 更簡單 兩點 然後我這邊 寫更簡單一點 小一點 一 二 這樣 好 這裡上面一點 好 就更簡單一點 下面兩點 好 怎樣 好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然後呢 最後呢 還有 這個 區 我們知道 最簡單的 裡面寫一個叉叉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導師呢 到現在 大家 滿常寫的 打一個叉叉 好 更簡單 就是連叉叉都省略成一個點 你看 叉叉都省略成一個點 這樣 好 這是最簡單的 區的 連 然後 大概不會再這樣 更顯然 這種寫法 我覺得不要用 真的不知道在寫什麼 寫到這樣就不得了了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